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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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见如来真实 愿见如来真实 三十十十年功德意义 尊敬的最同修最后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年这个冬天 好像感觉很冷 像我的体质啊 都是从热带来的 从小到大 都在这个热带的环境长大的 虽然有一段时间住在这个雪梨 因为疫情啊 两年半 但是到现在还没办法适应 所以呢 很佩服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下来 那树下一树啊 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这个冬天啊 真的有时候 让这个原本我的胃不好 所以一到这个冬天啊 整个人啊 有一点这个 不对劲 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啊 很好 都能够适应 我没办法 所以在这个冬天当中啊 确实真的 没有那个体质了 但是啊 最主要的 我们尽心尽力了 不是一种圆满的 那这个三十七年呢 我再借这个三十七年的音缘 再一次啊 再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 三十七年的中风果实内容的开始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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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讲的是大义的 虽然我们没办法 误入中风果实的那一个境界 但是只要 我们能够在听中风果实 在这个三十七年内容的开始 当我们在听他的开示的时候呢 只要你用那个心仔细的去听 以真诚心的气感 否则的话 我们呢 就会感觉到 中风果实在讲什么 所以你要用你的心仔细的去听 恭敬的心去听去看 他老人家在讲什么 如果你没有那种仔细的去听的话呢 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像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 都不相干了 原理物理都是一般 听不懂 所以啊 我相信 不要说外面的人 说我们自己 我们常常在这个边做三十七年的人 常常去听这个三十七年 去读诵中风果实内容的开示 有时候我们自己 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没有什么样的 毫无相干的 所以 其实呢 只要你用你的心仔细的去看 用我们的真诚心的去听 他的老人家在开示什么 你就明白了 其实中风果实啊 所讲的在这个三十七年 几乎都是跟我们讲的心性都是一样的 都是讲我们的心性里面的东西啊 一旦你听明白了 中风果实所讲的 那你这个受用啊 不可实意的 感应不可实意的 确实是真的 所以只要你用你那个真心去感受 用你那个真心去听 他老人家在讲什么 你就会明白了 句句都能够帮助我们 明心见心 大彻道 句句都能够帮助我们啊 在这一生当中 了生死 初三节 句句当中 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断烦恼 神智慧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内容里面所讲的 几乎都是饶着这个心 就是讲我们的自信 饶着来为我们说明的 所以内容讲的非常的深刻 有时候你没有用那个心去感受到 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非常有福报 非常难得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法会当中不懂 但是我们在以真诚心来挤断这个法会 有时候获得 在这个法会当中有五量五边的感应 有五量五边的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就是你的真心去感了 今天我也借这个姻缘 顺便跟大家来讲讲话 这个有一些的开始 我昨天 我有收到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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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呢 是我的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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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表姐呢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啊 可以说啊 非常好 有时候很多啊 互相的鼓励 他在这个佛法当中啊 可以说 也蛮有学问的 也蛮有修养 只是看不出来 甚至也有一天啊 他把我的那个照片 就是我还没出家的之前 那个照片 让给一个高人啊 去看 也没有跟他讲 这个人是谁 那这个高人呢 一看到这个照片 直接了当就跟他讲 你们两个的关系很密切 而且 你们两个人无话可说 而且这个人呢 现在在走一种修行之路 你说 厉不厉害啊 厉不厉害 有没有给你的照片给我 有没有给你们的照片给我看 不是给我看 给他看一下 看看你的过去生 是什么样子 有兴趣 可以留到给我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给他看一下 他说这个人呢 现在在走修行之路 他说说我啦 现在我在出家 而且 他讲了最后的那一句啊 让他很惊讶 哪一句话呢 他说啊 这一个人啊 过去生啊 其实是你的儿子 所以 你们那个关系啊 非常好 所以啊 那个表姐啊 听了这句话 也没有一当做一回事 只是听 但是去思维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 都有因缘的嘛 你今天来做他的儿女 就跟他有缘嘛 而且这个缘有四种缘 淘债的 还是还债的 还是来报恩的 都每个人有多这种的因缘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我是来淘债的 还是来给他报恩的 一目了然啊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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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弟弟 他真的来淘债的 他13岁就走了 不到两个月 不到三个月 妈妈因他往生 没爸爸接受 三个月也是走了 确实是真的 听到这一句话呢 他说他过去啊 是你的儿子 而且 你们现在的关系很好 所以 当我表姐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再想一想 我在听 也有道理 因为我们佛法讲的 所讲的就是这个原字嘛 现在又再到这个世间 又再见面了 又在一起 又活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你看 跑来跑去 还是离不开这个原字 我们人 都是这个样子的 好像 前两天 有一位居士 他问我师父 12月23号 有没有时间回来印尼一趟 有没有在印尼 有没有要举办女儿的婚礼 因为她的女儿的男朋友 是一个德国人 她女儿在印尼 生活长大 后来到德国去读医生 才不到多久 两个的缘就结上去了 所以决定两个人要一起过生活 所以要在我的佛堂办婚礼 受三规五戒 我们佛堂不是常常给人家办这个婚礼吗 你要办婚礼之前 你要来到这个家里 来到这个佛堂 来受三规五戒 那我们就给她传这个三规五戒 让她以这个三规五戒 以生活的标准 然后呢 做一个好像一个仪式 对父母的感恩 要懂得知恩报恩 就是做这样的隆重的一种仪式 在我们的佛堂 你看就是一种圆 你看印尼啊 有两亿多 难道 印尼的男人长得不帅吗 那长得不好看吗 也嫁到那个德国去了 还有很多 明明我们在国内生活 好好的也嫁到澳洲来了 是不是也就是很多啊 都是圆这个字 那我这个表姐啊 昨天打个电话给我说 她说师父 她说啊 你能够选择这一条路啊 能够选择这个出家 能够利益来为大众利益 为国家利益 为社会的利益 这个才是有价值 有意义的 所以你这一条路啊 选得正确了 跟我讲了这一句话 然后我跟她讲 你是不是话中有话 我就跟她讲这个 她就跟我分享 她说师父 说实在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不知道在做什么 该说的 我们也说了 我也不知道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方向 到最后不是要告诉我们 要做什么 来的空空 回去的也是空空 来的没有带一文钱 回去也没有带一文钱 你看我们这个人啊 如果这一生当中 没有做一些异议的 让我们这一生能够不空过的呢 那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真的是空过了 你看她跟我分享这个故事 来跟我开示 因为她昨天在YouTube里面 在听我在跟大家洗讲这个三十几年 然后她跟我分享她的心得 你看我们人啊 说实在的 天天追求 年年的追求 追求到最后 没有一样东西也能够带得走的 没有一草一带 也能够带得走的 那我们在追求什么呢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只有苦 确实是真的 佛所讲的确实是真的 在我们的眼前 你去看一看 一目了然 生老病死 爱别离苦 求不得 五因至圣 八苦交间 哪一个人能够避免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避免这个道理的 而且她就继续跟我讲 这个只是在眼前我们所看到的 那我们过的生活呢 在这个过的生活当中 只有苦没有乐 你看 赚钱 赚钱也是很辛苦 孩子不听话 辛苦辛苦 先生不听话 苦不苦 太太不听话 苦不苦 看到讨厌的人 苦不苦 看到厌恶的人 苦不苦啊 很苦耶 而无法想要得到的 而得不到 苦不苦 而想要得到 而得到了 总有一些失去 苦不苦 很苦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水深 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压力 还有现在很多 比如说感情失败的 影响社会的后遗症 现在失业的人 现在赚钱辛苦的人 种种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眼前 其实啊 都是在提醒我们 只是我们有时候喜气带众的 迷了太深了 让我们无法从这个地方脱离出来 所以影响现在这个社会啊 很多这些心灵啊 失去了依靠 所以整个人生 现在很多 比如说情绪的暴躁 现在很多耶 因为生活的关系 因为工作的商机 因为生活的关系 因为感情的关系 种种的种种的 影响整个他的情绪啊 很暴躁 脾气很暴躁 甚至于有时会 会伤人 甚至于可能会杀人的 现在这个社会很乱的啊 说实在的 我想问大家 你们苦不苦啊 苦不苦呢 很苦啊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才来到这个地方 老老实实的 听话 老实念佛 确实真的啊 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很乱 很多人情绪 因为情绪暴躁 没办法控制了 产生了社会的后遗症 选择怎么样 自杀也有啊 吸毒的也有 然后去赌博 喝酒 搞了这些杀到血淫的 统统全部搞出来了 最后呢 有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还要说报 你说苦不苦呢 还好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 认识了这个念佛 来念佛 来学佛 好像有一个心灵的依靠 起码 让我这个人生 能够明白 了解 让我这一生当中 我的路 我的方向 要如何 把这个人生 把这个人生才不会空过 你看 前一阵子 美国 很多地方 人家在学校小孩子读书 突然间 来了一个 把那个枪 乱开枪 杀了多少人 无辜啊 人家在这个百货公司 在商场买东西 突然间 来了一个枪 乱死开枪 乱乱杀人的 在路边人家在走路 上步的时候 在运动的时候 一枪一开了 命就没有了 你看昨天 日本前首相 不是一个例子了吗 在运讲 他也没想到啊 突然间 来了一个什么 一枪开枪来 命就没有了 社会很乱啊 现在啊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莫名其妙 遇到一个人来骂我们 因为一句 我们不能接受 产生了冲突 连命就不要了 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很多很多 在这个社会上 在我们的眼前里 所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更多了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你今天能够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说明你有上根 只是你的上根不足 你今天你的上根所得到 是你过去生 而所得到来的 那今生的上根 为什么不足呢 那就看自己的用心 怎么样去补助了 只有一个方法 才能够补助我们的上根 用什么方法 多听经 真的你要多听经 多诵经 一句的去念 一句的一句的去听 用你那个心 去受用佛所讲的里面的内容 一句佛法 一句弥陀 能够让我们这一生当中 无尽的受用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看到现在的事实的真相 我们该怎么做呢 还是老实念佛吧 听话 听话 该放下的 统统把它放下 该看破的 统统没有一丝毫放在你的内心 把你的心 把这个人生 把你的这个责任 把这个社会当中 随随远远的 妙用落实在生活里面 一切随远不计较 一切随远不执着 一切随远不叛远 你这一生 在这个生活当中 会过得非常的快乐 将来离开这个时间 安安心心理得了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比什么更重要了 这个我常常讲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经上里面常常告诉我们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有多么美好 说得非常的美满 说得非常的圆满 告诉我们 你看 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每一天 跟谁在一起 诸善善人俱为一处啊 多好耶 是不是啊 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观无量寿佛经告诉我们 当你在菩提树下一坐下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出现在你的面前 让你的开示 而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开示 再加上 观影四字来帮助我们的开导 多好耶 你为什么不觉悟呢 我们每一天想要去 去释放一些诸佛国土 去旅游 去供养 去修福 去修会 动一个念头 全部都在你的眼前 全部都在你的眼前 为什么不去呢 为什么赶紧不发愿呢 随心手意 没有一件事 不是想事成的 都是心想事成的 你就是那样 想住房子 你想要住大的 那个大的就大 你想住小的 它就小 你想要在天空 飘在天空 你不想住了 整个房子不在了 多好耶 你看在这个地方 澳洲你没有钱 你想要买房子 你有钱 你可以 有能力 但是如果没钱怎么办 如果买了这个房子 你又要保养 每一年 每一个月 你要为这个房子 来做努力 来照顾 来保养 是不是这个 如果突然间来了水灾 整个房子被水淹没了 起烦恼了 种种的 所以太多的苦 说实在的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觉悟了 这些苦 没必要再受了 所以 好好念佛 老实念佛 随缘就好 但是不能乱随缘 乱随缘是不对的 但是在这个随缘当中 你有智慧去妙用它 意思说 在这个随缘当中 你不能表面上 在随缘 但是在你那个心里面 你要落实 才不会产生的那种烦恼 随缘当中有执着 随缘当中有勉强的 随缘当中有所不得已的 那这个不是妙用了 这个在随缘当中产生的贪欲 产生的执着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常常讲随缘随缘 但是所心很不甘愿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真的说实在的 那个用心很重要的 那这个心要怎么用呢 那个才是关键 你这个心要如何善用它 让这个心能够发作用 让我们这个心能够发起 把这个功德一切的福德 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了 过去啊 我们师父上人的师父 大家都知道吗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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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知道吗 太过分了 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的 请举手 才几个啊 哎呦 这么少 那我们师父的上人的老师是谁 谁啊 大声一点吧 李秉兰老去世嘛 我们平常叫他李师公嘛 李师公一生教学 真的是成功啊 说实在成功 你看到台中 只要你提到连中 那个台中念连社 没有人不知道的 你看那个地方 整个道常人念佛的气氛 呆动起来了 而且所培养的学生 几乎很多都是成就的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师父上人 是不是 我有去过台中去参观李秉兰老去世的 他留下来这些的遗产 他生活日常 在这个日常的这些用品 留下来做 给大家留念 真的不容易 说实在的真的 可以形容啊李老师啊 他的心的是什么 以人无求 以事无争啊 确实是真的 你们有没有去过 有没有去参观 告诉我们的症状 明年如果疫情没事了 做团去台湾 好不好 是不是啊 做团去台湾 走一走 到台中去看一看 看看我们师父上人 看看我们师父上的老师 你看 我到台中的时候呢 有几个护法呢 带到他的一个地方 这个区啊 总共有好像三栋大楼 有三栋大楼 这三栋大楼啊 里面住的人就是谁 都是台中的脸色 这些同餐道友住在里面的 而下面有设了一个念佛堂 而这个公园里面啊 都是很多都是念佛基啊 佛像啊 只要你走到这个公园 都是有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声音 而住在里面的 全部都是念佛的人 而在这个念佛堂里面 他设了很多几个号码 第一的号码是代表 如果有人往生了 要去住念 一按下去 全这大栋这个大楼里面的人都知道了 全部都去帮助去住念 就好像米头唇一样 非常的殊胜 希望我们带 雪梨尽忠学会 雪梨的统修 看看能不能有一天来发心 找一块地 全部坐在里面 互相靠重 互相来照顾 好好地念佛 好好地念佛 把这一生 能够过得有意义 然后这一生当中 让我们能够往生西方基的世界 比什么更重要 希望我们雪梨 能够有一样的 这种福报 那李老师啊 李老师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要如何让你这个心 能够发挥其作用 他说 有一个智 能够让我们这一生当中 无论你在修什么样的法门 无论你在念什么样的咒 念什么样的经 念什么样的佛号 只要你把这个字落实在生活里面 你的受用一生不尽的 你那个福报啊 非常大 而且享受无尽的 那这个字是什么呢 从大来看 这个字能够让我们这一生当中 真正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 而且能够亲近阿弥陀佛 从小的范围来看 起码这一生当中 就算我们不到西方级的世界 起码你不会躲在三二道里面 那这个字是什么呢 李老师告诉我们 成这个字 真成的成 你能够把这个字落实在生活里面 你这一生当中 确实真的 受用无尽的 我们大家 常常听到这一句话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去体悟 不多耶 印光大师所讲的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的沉浸得十分的利益 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讲的耶 这一句话是从印光大师的内心 自信清净心 而流露出来 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今天你要学佛 今天你要念佛 今天你想要成就 你不靠成这个字 你是没办法的 把我们整个虚空法界 把我们所有本来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功德 圆满的福报 在这个字通通讲出来了 但是多少人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李老师在世的时候 常常提醒我们 特别是念佛的人 你在生活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成怎么做呢 对人要诚恳 对事也要诚恳 对一切万物 你也要诚恳 实在讲 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字落实在生活 对人 对事 对一切法 对一切的万物 第一个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能够感天地 动鬼神 真的 你能够感应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一部经的时候 取了一个名字 它的名体 叫做称赞不可思议 功德不可思议 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 阿弥陀经的原本的经体是这一个 是因为九摩罗大师 最后翻译的时候 翻译之前把这个弥陀经读诵 读遍读通了 明白了 才把这个经体改成佛说阿弥陀经 都是一样 那当你念这一部经 当你念这句名号 确实真的能够获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 十方一切阿弥陀佛的护念 没有一尊佛都不护念你的 靠的是什么 靠的这个字 你看我们在五量说经看得到 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一个念佛的人 真发愿 真真相信 而且真干 二十五位的护法神都在遥护你 容都在维护你 饶着你 在一切时一切处 靠的是什么 靠的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本体 建立在哪里 在你的真诚心 所以真的耶 那个真心很重要 他能够感动 这个天地鬼神 来拥护你在这一生当中 保护你的 所以鬼神 神护法不用去求 你越求他 他越跟你距离很远 你不用求他 只要你把这个人做好了 以你的心态去处事待人觉悟 他自动就来了 你不用邀请他 他主动就来了 你没必要去求他 他真的是在你的旁边 天天维护你 天天保护你 确实是真的 真心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那个过去西元岛和尚 为了要报答他的母亲养育之恩 对他的那种功德 三步一拜 拜到雾台山 一半呢差一点命就没有了 敢文殊施利菩萨来照顾 他生病了 他生病了 差一点没命了 化为文殖来照顾 其实我们的周围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环境是凡尚同居土的 我们这个环境跟佛菩萨在一起的 只是因为我们的心 妄想太多了 执着的严重 还有再加上你的内心的分别的太重了 无法能够跟这些护法 这些诸佛菩萨能够融入而一 融入而一 其实他们都在我们的周围 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 当你那个真诚心一发出来了 整个虚空都是你的 整个西方体的世界都是你的 整个十方诸佛国土都是你的 这个真心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真诚心我们所讲的就是真心 你那个真心 你那个真心很重要 所以才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 什么叫做真心 什么叫做真诚心 所讲的真诚心 所讲的真心 都是所讲的我们的发菩提心 就是这个 你看我们四十八愿里面 大家都知道 十八愿是我们四十八愿的核心 但是这个四十八愿的十八愿 如果没有第十九愿的补助 我们念佛无论始念毕生 你也往生不了 十九愿是讲什么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靠的就是发菩提心了 那菩提心的体是什么 菩提心的体是真诚 菩提心的体是真心 所以你要真诚真心 在这个日常生活去过日子 要你这个真心去学习 去念佛去诵经 用你的真心去处事 待人接物 没有用一个是好的思维 来对人对事对物的 你能够这样落实在生活 李老师就告诉我们 你的智慧 你的福德 有一个很大的在你的后面 所以福德 福德从哪里来的 你的福报从哪里来的 你的功德从哪里来的 你的圆满的智慧从哪里来的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没有别的 只有两个字 真心 只要把这个真心落实了 你跟佛没有什么两样 你跟阿弥陀佛没有什么两样 你跟佛菩萨没有什么两样 只要你把这个真心迷失了 变成忘心了 你就是反复 所以佛法讲深度里面去讲 用这个深度来讲 以什么表法 我们的心性 心性能不能门户 它能够进入 靠的是什么 你的真心 只要你那个真心发出来的 你那个心性 就是它的门户了 很快就进入了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 很少 很少 我今天讲出来 都是从我的内心 而走去感受 经过学习的过程 来跟大家分享 没有别的 整个佛法 都是靠这两个字 今天你来做这个法会 只要你真诚心 就算这个法师不有名 你所获得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 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做义工 只要你用你的真心来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为大众来服务 你的功德都是一样的 你今天无论用什么样的心态 只要你那个动力 真心发福底心 发达誓愿 来为一切众生 为这个社会 无论有多苦 无论遇到种种的禁缘 善缘也好 顺缘也罢 逆缘也好 恶缘也罢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只要你那个真诚心真的发出来的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让你静得普及考验的 个个能够考过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伤害 破坏 批评 侮辱种种的 赞叹 赞美 种种的 你不会而所这个境界而所转 而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起烦恼 起厌恶 起痛苦 不会 因为你的真心起作用了 真心起作用了 无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是非常的发喜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念佛 学佛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听懂不? 有时候 看起来好像懂 但是一走这个门 喜气烦恼又回复了 我们是不是 要鼓掌就请不鼓掌吧 哎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看啊 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 师父也是一样 每次在听经的时候 好像听懂了 我要这样做 好像 感觉到 用兵 用兵牵热 用在一时 养兵牵热 用在一时 刚刚用的时候 没有一样能够烤得起的 我们常常这样 听听好听懂了 一走这个门 遇到了外面的境界 内心的优惑 统统被烤倒了 没办法 所以只能怪谁呢 怪我们自己 没有好好用功 包括我自己 没有好好真心的 去学习 去听经 去诵经 去念佛 造成现在 还能够怪谁呢 不能怪佛菩萨 佛菩萨已经把方法 最美妙的全部 通通给我们听了 看我们自己怎么羞耻的 那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 好 我们看下面 因为时间很短 还有五分钟 因为那个 这个 有时候一讲起来 统统忘记了 但是呢 最后啊 师父只能讲一句话了 好好 将来 念佛 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当我们寿命到了 赶紧跟阿弥陀佛去了 没什么样的不好 比什么更重要 好 我们来看 中风古斯 在这个三十七年 昨天给大家说 诸苦尽从贪欲去 不知贪欲取一何 阴望自信弥陀佛 意念分始总是梦 中风古斯告诉我们 人的苦都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我们的那个思义 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贪欲 而这个贪欲 为什么会升起呢 因为我们把我们自信弥陀佛呢 本来自信本来清净的 自信本来本武动摇的 通通因为贪欲一生去 通通迷失了 那自信弥陀迷失了 我们把我们的自信阿弥陀佛 本来是阿弥陀佛的 本来自信本武动摇的 本来自信本来是清净的 通通把这个忘记了 结果这个忘记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请合掌 整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中风古斯就告诉我们 这个烦恼的原因 意念分始总是梦 就是这个 这个意念 简单 中风古斯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解释什么呢 就是我们众生的杂念 我们那个杂念 已经太多了 胡思乱想 天天胡思乱想 没有把这个心放在阿弥陀佛 只要有时间胡思乱想 想来想去 就是天天打妄想 就是因为这个妄想的原因 让我们这一生当中 这个心啊 妄想分飞啊 其实呢 这些东西 中风古斯 告诉我们称为什么呢 这个都是我们的魔 就是我们的魔障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魔是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我刚好要跟大家来讲清楚一下 不要把这个魔呢 当做什么 一种轻面 獠牙 面目 猙獰 你不要把它当做好像 欸 那个魔啊 很恐怖啊 很凶 很可怕 你把它当做那一种呢 看待的 像以前啊 像我小的时候啊 到了我长大以后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鬼片的 只要大家听到啊 香港有一个明星 叫做林正音 你们知道吧 他以前不出名耶 但是啊 他学习佛法 一门深入 专门什么 拍鬼片的 所以只到拍鬼片的 看到鬼片 就是知道谁 林正音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魔鬼 当做一种 轻面 燎雅 面目 睁眼 不能把它当做一种看待 那这个魔是什么呢 这个魔啊 中风果施啊 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个魔就是意念 就是分持 意念就是我们的妄念 我们的诈念 我们的分别 我们的执着 这个就是我们的魔 所以中风果施告诉我们 这些的妄念 尤其是我们这个妄念之中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严重的 我们内心的那个魔啊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中风果施告诉我们 最严重的魔在我们的内心 都是我们的内心的贪嗔痴 只要你那个内心还有这个存在啊 中风果施称为什么 那个才是真正的大魔啊 大魔鬼 只要你还存在这个 他会让你痛苦一生 让你睡不好 吃不好 让你精神分裂 让你家破人亡 让你这个在这个人生当中 每天活得很痛苦 每天活得很烦恼 来慢慢来折磨你 让你在这一生当中 无法解脱 让你来折磨你 让这一生当中 永远在三恶道里面受苦受难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魔 你们大家有没有发觉吗 你那个内心 这个贪嗔痴很严重耶 你没有发觉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魔啊 你看佛在经上哦 为什么 为什么 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环境要成佛 需要多长的时间 三大阿僧齐劫 三大是一个表法 真正的成佛要五量劫啊 那这个三大的表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在这个环境成佛 第一大的你要心突破的 就是把这个贪断除干干净净的 在你这个内心已经没有了 花多长的时间 第一大阿僧齐劫 然后你要把你的称慧心 在这个环境断除的干干净净 你已经清净没有了 没有称慧心了 无论在什么的环境没有称慧了 没有脾气的种种的 你要花多长的时间 第二大阿僧齐劫 然后你要把这个雨吃 在这个环境里面 画得干净净的 你要花多长的时间 第三大阿僧齐劫 你想一想 你要断除你那个内心的贪欲 不容易啊 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因为知道不容易 但是我们不能顺其自然 既有事弹啊 让我们自己每天在搞这个东西 我们就慢慢克服它 既有说没办法断除 你慢慢的克服 把它减少 轻一点 少一点 那你的生活就好一点了 所以这个大魔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不要变成自己的障碍 那将来往生西方其人世界 可惜了 听懂吗 那这个魔这个字啊 魔这个字 其实喔 它下面不是鬼 它的真字不是鬼 它这个魔这个字下面是一个石头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石 这个石头变成这个鬼呢 据说啦 据说 据说梁武帝 梁武帝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啊 看了非常的 好像很可怕 这个魔 后来呢 他老人家是怎么改呢 如何改呢 怎么改呢 时间到了 明天哪再跟大家来聚集说 啊 因为啊 十点半了 等一下准备上供 啊 在这个地方 啊 请大家 如果 有一些 讲的不对的地方 啊 或者一些不好的 啊 请大家多多批评 师父只能讲一句话 啊 好好念佛吧 老实念佛 听话 比什么更重要 啊 无论你在哪里 在生活 在工作 在赚钱 只要有空 你要多念 今天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得力呢 或者我们念佛为什么很多烦恼 因为佛号少念 你要多念 念多了 慢慢了 你那个喜气啊 慢慢的 将来融入到阿弥陀佛啊 这个喜气可能会 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 起码你能够克服了 所以啊 只有这样的劝导 希望我们大家 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明天我们最后一天 再跟大家来做这个三十七年 我们啊 明天最后来给大家 继续说明 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的意义